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 原来我们是非常非常自私的 什么都想考虑到自己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学会舍己 我们原来是非常骄傲的 没有人可以说我们 没有人可以比我们好 虽然我们外面表现得很谦卑 那是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弟兄姊妹说的 她说是真骄傲假谦卑 我们在别人面前好像很谦卑 可是我们里面很骄傲 这个都不是外面可以装的 神不要这些 神要的是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们也遇见耶稣以后 原来很暴躁的脾气个性 被主改变的温和了 会冷静了 能够从前很容易言语伤害别人的 现在居然会说造就人的好话 从前态度总是消极 不知道感恩 现在会感恩 从前喜欢埋怨 现在会对别人夸奖 会对主感恩 从前重享受 现在普世多了 真实多了 所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都被改变 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来认识耶稣 让他来改变我们 所以我相信今天可能也有一些 您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也在这里听这篇的信息 希望这个外面的环境 整个世界暴露在一种 让人无可奈何 甚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明天的这个局面 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最值得夸口的科技 医药在这个时候都显得无能 显得有限 而人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就显得脆弱 无能 而在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对人生的反省 反思 同样的我相信在我们活到今天的年日里面 我们来看自己的生命个性 看我们跟所有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也会承认在我里面 真的有许多的个性 许多的态度 许多对待人的方式 的确是很不好 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讲到 神要叫我们去装饰 去修饰 去改变自己里面的生命本质 因为这个生命的本质 本身就是肮脏的 就是有罪的 就是自私的 是已经被撒旦破坏的 就好像有人说 你帮一个梨娃娃去洗脸 越洗越黑 越洗越脏 我们里面好像想要立志行善 可是我们改变不了 依着耶稣来 我们的生命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 所以不是基督徒不会软弱 不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有失败 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 身上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却发现 随着时间过来 我们的生命真的在被主改变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把握 认识了复活的耶稣 的一个很大的祝福 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了 从前我讲过 有一个财主 平常数钱是他人生最大的乐事 每天晚上垫一关 这是已经将近一百年前的人 七八十年前的人 每天还数钱 现在当然不用数钱了 数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 他视财如命 真的是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守财如 但是当他被耶稣改变的时候 他再也不自私 他一直愿意把钱拿去帮助别人 他每次数钱的时候 数钱的方式不一样 数到一半主说够了 底下的不用数 底下的都是神的 所以他每次数钱的时候 他就带着感恩的心 主留给他多少 他就留下来多少 当主在里面感动说 你够了 不要再数了 他就把剩下的钱都奉献给神 这是神做得到的 我们人做不到 尤其是一个原来 世财如命的人 所以我们都要羡慕 在生命上来经历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改变 我们都要留意 你不要再来 你不再来 你不再来 你家人